我前天就是应那个 台湾就师大的图书馆邀请 他们 找我去讲一个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的话 就是所谓的 已是有做 问卷的枢纽分析 与图像化的数据 OK那这个题目 那做一个演讲 那个演讲的时间 就两个小时 那我有把它录影下来了 那录影的内容其实跟各位讲 这是我们现在上的东西 也就是我当然会希望说 反正做一次课程准备 可以多个地方都能够 受用的话那是最好的 因为图书馆就问我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来这边 帮我分享一些 有相关的应用 OK那想一想什么题目最好 刚好我们最近上到这些 不然我们 出哪个分析表好不好 很好很好 OK那就定案了 刚好这东西 所以如果 如果你们对于这部分 延伸性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吴老师教学 那我的 YouTube在第2个 这个也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教学 教学部落格 然后 另外的话 第2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的话 你们可以找到那个播放清单 里面的话 就会有 第2个好像就是我 这个 前天在 师大图书馆 讲的 一个课程 就是以 一次有做书纽 问卷书纽分析 那内容基本上跟现在我们讲的 基本上是 算是什么 算是 相仿 其实 范例是一样的 OK 然后 当然 这个算是课后的补充 所以如果你假设真的很用心的把它看完 一样 请你在最后一个影片下方留言 说 某某某 学号某某某 看完影片 这样子 那我会在 这个你们的 平常成绩上面帮你做一点加分 OK 反正就是延伸性的 这当然就是 多学 毕竟你会多熟悉一些 你会比较多了解 因为针对不同的人 做 这个 授课 有时候讲的内容 深浅 有时候也会不太一样 OK 所以这个部分 跟各位做一个补充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再把 刚刚的这个东西完 所以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 它已经够快了 VILO函数 再配合什么 这个是查 前面的这个 编号 那后面的清单 把它用VILO函数 结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查出结果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VILO函数 在实际上 工作上用到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企业好像说真的 如果假设 你以后在 在工作上你不会 ECL里面不会用VILO函数 其实我常笑声说 如果你不会用VILO函数 你不要说你会用 ECL OK 当然 这样讲 好像有点严苛 不过如果你是这样 假设你 之前 从来没有 用过这个函数的话 那表示 你需要再增进一点点 因为现在在职场上面 用到这个函数的机会 实在太大了 当然因为你们现在 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 进入到职场 所以不太了解 不过你们其实如果有机会 跟你们的 长辈 包括你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问他说 你会不会用到VILO函数 OK 他一定马上说 我每天都要用的 OK 那你可以稍微问他一下 那你会不会用什么什么 什么 比如说 我们大概会用到的 那你会不会用那个定义名称啊 他可能会不会 如果他 他说会啊 我常常在用 那表示他厉害了 但是如果他从来没用过 那你可以说 那我教你好了 OK 因为我们学校有教 那如果你可以再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用过 Interweight 坛数 啊这他可能 如果 蛤 蛤的话 表示应该是从来没用过 这个机率应该是还蛮高的 OK 不过 发现 在台湾 很常用到蛤这个 可是我发现如果你在日本 你不能随便蛤 因为你蛤的意思 对日本来说是鄙视 蛤 所以有时候人家 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千万在日本的 时候 你千万不要蛤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用蛤 但日本会觉得说 你 你怎么可以鄙视我 OK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文化的差异问题 OK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要怎么做 待会的话我们主要要融入 就是定义名称 跟Interweight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我们一个一步来看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刚刚的这个范围 有没有 我们范围 Table rate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 切过去之后选 但是 如果说将来 你假设不希望切过去选 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先跟 这个以色谷讲说 我这个范围叫做性别 这个范围叫做年龄 这个范围叫做教育程度 那也就是说你要定义一个名称 要怎么定义 跟我讲步骤 第一 请你先 当你选完之后在这边打字也可以 或者偷懒一下 你可以拿这个名称 像我们这边Ctrl C也可以 然后把底下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并且把名称输入到 这个上方 这一个 有点像文字方块 那这个文字方块叫名称方块 这个方 你把它优标化 叫名称方块 你把它选完之后 跟他讲说 我这个 这个范围叫做性别 所以把它贴上 然后呢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 以后呢 只要你是性别 就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的话呢 一样 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 选起来 这个叫做年龄 Ctrl V 然后记得Enter一下 所以后面总共会有 14个栏位 那你可能就是 要做一样的事情 有没有 这样Enter 好不好 就是这个Ctrl C 1Ctrl C 2选范围 3Ctrl V 然后按Enter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后面的话 我就大概做几个吧 然后 就把它 那底下都记得 全部都把它做完了 OK 好那我大概先做几个 OK 我做五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改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如果像刚刚的那个步骤 我刚刚的Table Ray 就不用选了 那如果不选的话 怎么让它产生刚刚的范围 很简单 记得 如果刚刚你有定义名称的话 请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做F3 F3如果是在我们键盘上方的 叫Function键3 如果你游标放在这上面 就按F3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 你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指的是哪个范围 指的就性别 OK 你就把 所以性别就是刚刚那个范围 按确定 然后直接 直接 特别注意 那定义名称的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带过来 你就不用再去切过去再选 第二个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说 刚刚还要再加上前的符号的问题 因为 它这个范围 就已经是固定的 OK 所以按确定 就完成了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OK 这个的话 一样 所以你要改 这个地方 一样把这边删掉 然后这边按F3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年龄 所以年龄 这样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也OK 基本上的话 这样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公式 相对变得比较简单 不会说那么冗长一串 而且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看得懂的 那只是说 你想说老师 好像有快一点 但是好像没有快太多 为什么 因为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 直接向右向下 跟各位讲 所以 定义 名称之后 后面呢 如果说 我要把 什么呢 把这个 性别 这个性别的 这一个 名称 这个名称 你会发现 刚好 他这个名称 在我们的 栏位名称 也叫做性别 所以其实 如果说我今天 我需要拿这个 栏位名称 把它放到这边来 能够自动指向 那一个 范围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 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向右 就可以自动带 比如说 他现在在年龄 拉过来变成 性别 拉过来变年龄 因此类推的话 那不就是可以一次完成 但是有个问题 那要怎么样 刚刚好 我定义之后 我指向他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 把它转换成 那个名称 所以呢 第二个步骤 我们会需要 怎么样 再用一个函数 叫做 Indirect 那这个Indirect函数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 白板 就这个函数 这个可能稍微 最好是把它 这个名称稍微记一下 那这个Indirect函数的话 实际上就是 刮糊里面 你只要给他一个 你那个名称的话 因为我们刚好 第一名称 那他就会自动帮你 把那个范围 给带过来 所以 你加上 Indirect的时候 向右拉 向下拉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第一名称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配合Indirect OK 画面在房里 各位一下 好